行政院长吴敦毅昨天一口气接受了四驾评媒体的专访 那么他也谈到了到底有没有爱算命的这一段 那么他是当场否认的 那么甚至在之前呢有周刊报道说太太蔡令仪曾经帮他算出他有皇帝命 他昨天也再度澄清 他说他十几年来都没有算过命 还说如果他的太太这么无知这么三八跑去算命的话 就不会变成他的太太 好他自己没有算 他说他的太太也没有帮他问命 不过非常糗的是 吴敦毅今天刚好有一个庙宇的行程 他前脚才刚刚踏出了南头的一个寺庙 就被雷伸活佛爆料 那么他就说了 其实吴敦毅的确有找过他两次来算命 他没有去算命啊 他没有去算命啊 他从来没有去 太太蔡令仪有没有算命 吴敦毅否认还连讲两次 短暂停留草屯雷葬事 15分钟快闪 没想到前脚抬走 没碰到面的雷伸活佛就爆料 吴敦毅找他算命不止两次 他当南头县长的时候 选举的时候 也有找过 那么再到美国来 他也有找过 那么这一次我跟他算的结果是这样子 两边的差距 不是非常的严 秦毅总统大选来录差距 连声活逢 指振力力 只是吴敦毅接受专访 讲的可不是一回事 他说自己铁齿到不行 几十年来没看过命 太太蔡令仪四十年来也没帮他算过 到底是没算过 还是一两次 吴敦毅自我矛盾 嘴里说不幸 却老被踢爆 吃过铁板神算 关西摸骨 还败 孔明廟 吴敦毅夫妇爱算命 在蓝营政坛找不是秘密 但是吴敦毅受访驳斥斥 太太如果这么无知 才不会娶他 蔡令仪也没这么三八 把皇帝命的事情到处讲 只是吴敦毅当立委 赌心的孔明廟 神准算出他要接隔魁 当院长又被铁口直断有帝王像 更当上总统副手人选 到底是关运顺利 还是有算有保闭 只有本人最清楚 三连新闻做不到 日前被周刊指出 吴敦毅的妻子蔡令仪 有特别替先生到台中神坛来算命 结果还算出了个皇帝命 不过对此吴敦毅立刻的 在接受访问时澄清 他说自己是很TK的人 那么40年都没算命了 而且为了撇开争议 吴敦毅到南投参拜的时候 也似乎刻意地和连生法师 错开不见面 只是没想到 连生法师受访的时候 还是雨带玄机 表示吴敦毅选前都会找他 双手合十 前程一半 连续好几个星期 都被周刊爆料 吴敦毅和老婆蔡令仪 可是正坛上出了名的 铁板神算迷 这么敏感的节骨眼上 吴敦毅凑巧又到南投参加法会 有别以往不吐不快 吴敦毅全面防阻媒体追问 爱不爱算命 就连到了南投 好朋友雷荡四创办人 连生法师也似乎刻意避开不见面 避免节外生枝 没想到连生法师主动帮忙放套 他当南投现场的时候选举的时候 也有找过 那么再到美国来 他也有找过 那么这一次我给他算的结果是这样子 那个差距 两边的差距 不是非常的严 说起来比较比较少 吴敦毅铁不铁齿 连生法师的话有玄机 而就在前一天吴敦毅平面媒体专访时 也主动表态要澄清 吴敦毅说四十几年来都没有算过命 还说自个儿铁齿到不行 周刊所说的皇帝命全都是胡扯 还驳斥如果蔡令仪这么无知 爱算命 当初绝对不会娶她 下个礼拜听说是民进党的蔡英文小姐 她也要来到这个地方 谁先到 或者是谁来更多次 加持的力量就越大 连生法师加码再补一枪 蓝绿双方阵营雷藏四抢投降 只是多了副手身份 吴敦毅的八言 哆嗦顾忌 免得坏了行情 周刊台北综合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年代晚报 行政院长吴敦毅今天上午 他前往了过去曾经执政的故乡南投县 来参加雷藏四所举办的中原普渡法会 在这个宗教圣地 他也刻意避开 因为吃昏引起争议的宗教人物卢盛宴 不过当然他也被问到了最近的热门话题 就是吴敦毅的夫人是不是很爱算命啊 吴敦毅也严正博斥说 他的夫人从来不算命 上百位信众 欢迎行政院长吴敦毅 开手还不够 见到喜悦的老县长 信众们还唱起花银歌来 13号行政院长吴敦毅 到了南投草屯参加当地宗教圣地雷藏四的中原普渡法会 原本外界预测 吴敦这次行程会和雷藏四的创办人 人称连生活佛的卢盛宴碰面 但是吴敦上香后 只简单讲了几句话 就快想离开 没有和这位具有争议性的宗教人士碰面 看到院长吴敦毅 拜拜时一脸虔诚 不免又让外界联想到 周刊报道 院长和夫人都喜欢算命 甚至还被算到有红帝命 他没有去算命吗 他从来没有去算命 被问到敏感问题 吴敦毅虽然没有停下脚步 但连说两次没有 说自己铁齿的吴敦毅 四十年来从来没有让人看过命 你们是为了火星烈烈灵 我们赞不够的